雖然我們煮的東西是講自己的故事 很多觀眾給予有很多回憶 家裡的回憶 令他們想起味道盛載著甚麼 也未試過有一個演出 會有這麼多觀眾跟我說 多謝你的分享 好多謝你 比起你爭我 你真的做得很好 那種我是更加有一種很深切的感動 而我的感動是來自原來我去用這個味道 原來我這麼個人的分享 原來是可以引發到他們自己去有一些他們的想法 或者一些忘記了的一些事 因為這套戲的初衷 我想嘗試透過發掘自己直觀福建的身份 透過食物可以從身份的認知上 可以去到多遠和多深 但是真的發覺食物是很有趣的 是從各種經歷入境一代一代成存下來 但是成存到你手上是來自己去創造你那個食物的生命 所以食物與生命與文化版圖與身份認同 之間有一個很偶斷思念的一種複雜性在 而那件事和回憶是扣連得很重要 因為這裏這麼近 有一個朋友說你們兩個好像脫衣服在我們面前 很赤裸 然後有兩個朋友說 其實中國人很少說自己的東西在別人面前 通常家裡的東西收買 他們會發現原來我是從這個角度去看 我的通料回憶和我的成長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事 其實我覺得最困難對於我來說 是除了故事的文本之外 其實就是加煮食下去 煮食那件事 因為始終我們相對專業的是做演員 但不是專業的廚師 喜歡在家裡煮食 但不可以在別人面前煮是另一回事 所以反而我自己去設計文本的時候 今次要想多了很多 究竟我正在做或在說這些台詞的時候 我處理我的食物 我在處理甚麼 我都要想起 這是我之前已經做了 還是我在說的時候做 如果在說的時候做 我跟觀眾的聯繫是怎樣 這個反而是我覺得最吊詭的地方 我公司我叫C Performative Arts Performative就是表演成的意思 我是發掘何為表演成 煮食是否表演成一種 我們這樣出來說自己的故事 是否又是在演戲呢 但跟聊天又是一樣 又好像不是 其實歷史以來 食物和劇場其實有它的連繫 以前做大戲的人都可以拿著花生進去吃 我想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文化 它會自己引用到 它自己在飲食劇場的一種文化 亦都很希望我自己的 這個小小的嘗試 可以有更多的空間和機會 它就會延續下去 為了